今天主要講的是糖尿病、聖病變 那糖尿病其實在最近幾年 不管是世界還是台灣人口都一直在增加 那糖尿病、聖病變的人口也是一直在增加 那尤其在年紀大的病人身上 糖尿病、聖病變發生的機會更高 那台灣已經進入高齡社會 那想必這個議題之後發生的病人人數會越來越多 那目前在最近這五年到十年 糖尿病、聖病變的治療方式有一些新的突破和改善 那有一些新的藥物問世 然後可以再對這群糖尿病、聖病變的病人有更多的幫忙 那我今天會大概簡單的介紹一下這些藥物 那用在這群病人身上 然後有得到什麼樣子的效果 還有要注意什麼樣子的情形 那就請大家今天就是 好好的再來看一下這個糖尿病、聖病變治療 還有它的新的進展這樣 那那個腎臟或是糖尿病 這五年停止有什麼可以預防或是避免或是飲食上面 對這個部分我今天也會有所琢磨 那像糖尿病的部分當然血糖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針對糖分的攝取 也不宜就是吃太過甜或者是太過精緻的澱粉或加工的食品 那另外如果有腎病病的病人 鹽分的攝取也很重要 就是不要吃太鹹 盡量就是低鹽飲食 那另外的話如果有合併腎病病的話 蛋白質也不能吃得過量這樣 盡量是以稍微低蛋白飲食為主 定義超過6.5%以上 就是所謂的糖尿病這樣 那當你有糖尿病開始在吃降血糖藥物的話 如果沒有腎臟病的話 會建議就是至少要壓在7%以下這樣 那如果有腎臟病的病人的話 看他的就是剛剛講的就是這個共病症的多寡 然後還有疾病的嚴重程度 因為如果共病症越多的病人 他如果造成一次低血糖的話 可能會有生命危險這樣 所以他的糖化血色素就會放的比較快一點 那如果是相對年輕 然後共病症很少 那預測餘命也很長的 那就會建議就是控制的更嚴格會更好 就是可以到小於6.5% 不過以目前台灣的建議來講 一般來講都是小於7%這樣 到第四期這個時候就會出現這樣 那到第四期之後 如果沒有再好好的就是控制的話 腎臟的功能就是開始衰退速度就會很快 那像剛剛講就是每年可能會下降10到12的速度這樣 那如果假設你的深久功率率以60來講的話 10到12大概5年 病人的就必須要進入就是做血液 就會達到腎衰節要做血液透析的地步這樣 啊那個四網膜病變的話 一般的糖尿病生病變 四網膜病變會比糖尿病生病變稍微再更早一點出現這樣 會開始出現尿疾症這樣 那那個 呃好像 我印象當中好像記得 呃 以前有一個朋友的親屬 那個 呃 腳趾 會變黑 最後有結肢 是不是會有這樣看一下嗎 呃 腳趾變黑這個也是一個糖尿病很常見的一個病發症 就是所謂的那個 呃 末梢動脈的就是所謂 就是 周邊動脈的病變這樣 啊這個周邊動脈的病變這個也是 算是 呃 糖尿病常見就是跟心臟病和中風一樣是常見的病發症 那這個的話跟腎臟病的分歧目前是沒有研究說 什麼狀況下會比較容易發生 不過大部分因為這種糖尿病 大概會進展到糖尿病生病院至少都超過五年十年以上 那通常 時間拖得越久 那這個末梢血管的這個病變的發生機會也會越高這樣 所以大概也是大概 如果出現糖尿病生病院的狀況的情形的病人大概也是 通常都會合併一些像是周邊動脈的一些病變這樣 大概也是大概第四期第五期這附近這樣 剛剛有提到說第三期的時候 啊 那個 只要控制好那個血糖的話 他還可 還可能逆轉 對 那現在我們想請教說 在可逆轉跟不可逆轉這個分歧上 第四期 他 是不是也有機會 來逆轉 讓那個 啊 生死球那個過濾率能夠 再提升恢復到 一般人的一個程度 啊 這個就是 可逆轉跟不可逆轉的分歧 在大概在第三個第四 那第二個問題 如果用那個SGLT2 把它用在第四期的話 我們這個病人有沒有機會 呃 再恢復正常 謝謝 呃 根據這個可逆轉的部分的話 就是 呃 大概是第三期的部分 就是 開始出現白蛋白鳥的時候 我們可以趕快把它 藥物趕快把它控 把它血糖血壓控制好 然後藥物適時的用上去之後 的確是可以終止這個 就是 讓他 再繼續往下惡化的狀況 這樣然後甚至可以恢復到 原來腎臟的情形 那第四期之後 其實 現在的藥物的話 的確是有 有機會可以讓他 就是 呃 不要惡化的這麼快 但是你說如果 當病人 腎功能已經開始在變差了之後 我用藥會不會讓腎功能變好 呃 目前老實說 目前是沒有這方面的藥物 因為 目前其實也沒有藥物可以讓腎功能 就是假設他已經從 60掉到30 甚至掉到20幾 掉到30以下的話 目前其實沒有這方面的藥物 可以讓腎功能逆轉 又變到60幾 或甚至又變到100 因為如果有的話 台灣就不會 世界就不會有這麼多人在洗腎 這樣 但是藥物的確是可以延緩這些 腎功能的惡化 這樣 所以他可能本來 五年就要進入透析 但是 你藥物好好的控制 可以延緩到25年 這個跟病人就差很多 本來可能 60歲 65歲就要進入洗腎 但是延緩到25年 他可以到85歲 都還可以不一定需要洗腎 這個就差了非常多 那第二個問題是SGLT2的抑制器的話 目前 在健保的適應症 還有世界的適應症的話 目前是 剛剛講那個聖氏球過濾率 如果 超過低於20的話 是不建議開始使用 是這樣 是不建議用的 所以要用的話 就要20以上才可以用這樣 SGLT2跟那個MRA 這兩種 對 是不是都 目前我們台灣都有一個健保給付 喔 有關健保給付這部分的話 這個SGLT2抑制器 目前是有健保給付的 如果 病人是有糖尿病的話 然後 通常 他們 你們的醫師都會知道要怎麼開 就是 他會先建議使用第一線的糖尿病藥物 如果還是 控制不好的話 就可以建議加上這個SGLT2抑制器 這個目前是有健保給付的 那 呃 如果是 那個 MRA 新一代MRA的話 因為這個藥物 大概這兩三年才進來台灣 所以 目前這個藥物還沒有健保給付 但是已經可以在台灣使用 啊但是是需要自費的這樣 呃 那個那個 病人他 負擔 負擔的一個 會不會很重 嗯 藥價的話 其實 呃 說重不重 說說重也是重啊 說不重也是不重 大概一個月可能要到 呃 兩千塊這樣 如果你要吃到 就是 最 就是他建議的劑量的話 可能一個月要吃到兩千塊 當然有些病人 他是會吃 一半個劑量 那可能就是一千塊這樣 再做一點 呃 內科醫師的一些 一些 想法 就是 糖尿病或者是 這些 高血壓 如果沒有做好的控制 其實 各位可以聽到 影響到很多的血管 就是一些小血管 所以這些小血管 在腦袋 就是出現的時候 就是中風 那眼睛 那眼睛就是 會 那個視網膜病變 然後 如果 這些問題 出現在心臟 也是一樣 就是心肌可栽 好 那如果問題 影響到 腎臟 就是 腎病變 那腳的話 有些就會引起 剛才 有位 美麗朋友 提到的 他會 壞事 會 需要節制 所以 這些其實都是 有點類似的一些 一些 病沒有控制 就是 一些問題沒有控制 它就會有 很多的影響 所以 這些就會 就會交叉在一起 所以 你的腎臟病控制不好 又容易高血壓 高血壓又容易 引起一些其他的 所以 這個人 人的身體 就是互動 這些藥物 就是 太早 對不起 太晚 有時候 就是又不能用 因為他有輔助 又存在 所以變成是 要 抓對時間 用在對的人身上 他才會 有幫忙 那如果 時間比較晚了 這些藥物 使用的時機點 可能又錯過 所以 變成還是需要有 專業醫師的一些 評估 看看 每一種藥物 在哪些人身上 會有幫忙 好 所以 在高原劑 也是要看 看時間 看 看 看總控 所以 有這些不同的 一些藥物 可以來做一些 疾病的一些 控制 好 所以簡單的 做一些補充說明 但是其他的 還是很重要 就是 血糖 運動 嘴巴 他要 吃的東西 真的要 要調節 然後 那個 鹽分 他又可以蛋白質 在不同的階段 就要做一些不同的 我們 吃的東西